天氣變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mo 最近天氣變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在日本天氣變好之後 好多人去夜山 然後今天介紹的三壽司 因為看起來比較華麗 然後大家都喜歡壽司那個醋飯的味道 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三壽司的做法 好 那就開始囉 然後先蘸藍的皮 然後差不多切了5mm的厚度 然後這個蘸藍等一下煮完之後 就是醃煮的時間差不多三分鐘 然後另外的鍋子裡面 就是夾昆布熬的烤蛋 然後再來夾醋 好 差不多這樣滾了之後關火 然後剛剛煮的蘸藍這樣子醃 然後這個燃掉之後放冰箱 差不多半點切著乾的香菇 然後差不多泡了三個小時 然後這個是泡香菇的水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用醬油為糖 就是調味 然後開始滾了之後 加入香菇 就是用小火慢慢燉 然後散壽司裡面就是做一片薄薄的煎蛋 然後就是我們切絲 然後散在白飯上面這樣 好 然後差不多過了30秒 就先關火 然後這個要翻面 好 然後就是這個鍋子的預熱 就是讓另外一面熟 好 然後做炙飯的時候 一定要用熱的白飯 也是讓多的醬油的味道 就是讓它添加一下 好 然後攪拌均勻之後 香菇裡掉了差不多四個 切小丁 然後這個香菇 待會就是跟飯攪拌 好 這樣子先備 然後如果沒有買到海帶絲的話 就是讓自己切 這個也是要切絲狀 這樣子差不多 全部的食材準備好了 好 今天準備了木頭的 就是更有日本的味道 好 這樣子 想說是完成 哈囉各位L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二婆婆 那其實在Chef 五星主廚快餐車這部店裡面 還有一道非常性感的義大利麵 那我就幫他取名叫做 吃我吃我義大利麵 叫Eat Me Pasta 那首先呢 就是我們先煮一鍋水 那水滾了之後呢 就是先加一點鹽進去 那只要準備蒜頭 然後橄欖油 跟辣椒 那我今天用了那個七味粉在一起 麵呢大概就這樣一把 那水滾了之後呢 就把義大利麵放進去 然後讓它沈澱一個放射狀 讓它在旁邊慢慢去 我們這邊呢就先來 洗一個油 然後先加橄欖油 然後蒜頭 把它切片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海鹽 那記得火不要太大 不然蒜頭然後又焦 那也可以加一點點的胡椒 然後義大利麵呢 然後你可以時不時給它翻一下 你看 然後呢 就把麵 瀝乾 然後回來之後呢 直接把麵 加進去 拌一拌 然後我現在其實東西用余溫在煮 好 因為其實Pasta 麵煮好之後 放進去拌一拌 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把這些 可以留一點點 等一下可以裝適用 那其他這些其實就可以加進去 大膽的加進去 然後加一點檸檬汁 直接擠進去 OK 那我們就先把麵起鍋 然後放在盤子的中間 然後稍微旋轉 然後料 料可以最後再放 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你以為這樣就沒了嗎 你以為這樣就沒了嗎 綜藝料理 怎麼可以沒有培根呢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個鍋子來煎培根 那因為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這個鍋子本身就非常的油 所以你也不用再加油 而且培根本身也是滿肥的 培根其實可以稍微煎金黃 甚至有一點點焦我覺得 OK 那因為這個培根它本身是 已經有一點鹹度了 所以其實不用再調味 可以加一點點胡椒 會比較香 然後它肥油越來越少的感覺 那培根煎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鋪在那個麵 麵上 那我們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煎 泡泡沙 這樣就完成了今天的 eat me pasta 吃我吧 義大利麵 那麼我們咒譽廚房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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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